神的道路 高過人的路 神的意念 高過人的意念 祂的心里有難途 祂的世界不足 信靠上帝 信靠耶稣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信徒都要信靠 所以才叫信徒 但是我们不只是信靠 信靠必然产生一个结果 就是顺服或者实践 信心 一个跟随上帝 跟随耶稣的门徒 他的信心要不断的增加 事实上一开始做一个门徒 就是有一个极大的信心 撇弃一切来跟随主 我完全来依靠这个上帝 我完全来依靠耶稣 我的家当 我的一切 我的前途都在你的手里 那所以他们才能撇弃一切来 跟随了耶稣 那可是这个信心 这个跟随是继续不断进步的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 耶稣醒了一个神迹 就是把水变成酒 那么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说 他的门徒看到这个神迹 就信他了 已经信了才能做门徒 为什么一二信呢 那这是很奇妙 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这一点 好多地方有讲 他们就信他了 他们就继续信他了 他们就越来越多信他了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十四节十五节 耶稣也跟门徒说 拉撒路已经死了 拉撒路死了 我不在那里 我很高兴 而不是人死了我高兴 而是他死了 可以有一个更大神迹 就是不只是叫病人健康 而是叫死人复活 你们会看到这样的神迹 我会行这样的神迹 好叫你们相信 这个时候 门徒已经跟随耶稣三年多了 早就相信了 可是耶稣说 我要做这个事 好叫你们相信 那么后来 在约翰福音二十二十章 第八节 耶稣复活以后 门徒进去 然后看见耶稣就信了 看见就信了 他们早就信了 但是每经历一次上帝的话 经历耶稣的神迹 他们就更信 好像以前没有信一样 这种更新 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 包括我自己能够有 你信不信耶稣信了 但是我希望我的信心 能够继续增加 继续的更新 仍然是信同样那位主 但是我的信心 我对你的认识 对你的丰富 和对自己的不足 越强烈的认识 那我们很容易失去信心 尤其信心这个东西 真是很奇妙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信心越多的人 其实他自己就越少 怎么讲呢 信心不是那种人讲的自信 信心是对上帝的依靠 你要越依靠上帝 越让上帝的圣灵 在里面工作 那里面就要越少 你要主兴旺 你就要衰微 主兴旺了 你才能衰微 你衰微了 主就会兴旺 你必须越来 让主在里面越多 你才越有力量 但是你要越多 越有力量 你就要越看到自己软弱 没有力量 我喜欢夸自己软弱 这是宝能说的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刚强 我们什么时候与主同死 什么时候就与主同复活 我们软弱到死亡 神就让我们经历 越大的复活的大能 这跟诗人不一样 你要越发出能力 你不是越自夸 越自大 越觉得自己了不起 越自我宣传 而是越去仰望上帝 越去信靠上帝 门徒一直要学这个功课 我想我们一直到永恒里面 都要学这个功课 那是很不容易学的 从一开始就不容易学 因为我们人总喜欢依靠自己 看到自己很不错 而且世俗的文化也希望你强调自己不错 那你需要撇下一切 放弃自己的一切 去信靠上帝 这已经是要上帝的恩典了 那当你信靠上帝以后 上帝就祝福你 你可能就能行神迹 行骑士 你说话就有能力 做事就有能力 那我们人就会不知不觉的 太多人刚这样做 就凑眉起来了 就自以为是 是上帝 忘记是上帝帮助我 自以为自己就是上帝 我能够这样做 因为是我 是我的敬虔 是我的了不起 是我的怎么样好 不是的 你越有能力 越会讲道 越能医病赶鬼 千万千万求神的恩典 临到你 让你越信靠他 也就是越不信靠自己 那我们做得越好 怎么可能越谦卑呢 人性不能够这个样子 你做得不好 还可能谦卑一点 我是很烂 你做得越好 怎么可能越谦卑 那就是一个真实的信心 真实的信心 是神赐给我们 我们也扯主 保守我们这样的心 让我们不断地看到他的丰富 看到自己的不足 这要同时发生的 保罗在比较早的时候 写哥林多的前后书 我一点也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之下 那后来他在给提摩泰写信的时候 他说 在那个耶稣基督降师 为了拯救罪人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我的罪孽是最深重的 我是最不好的 他实际上是越来越属灵 越来越圣洁的 但是他越属灵 越圣洁的时候 他越承认自己的不好 这就是信心的长进 那我们需要有长进的信心 那信心 简单地说 一个相对的 信心是不凭眼见的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说 我们行事为人 凭信心不凭眼见 那个眼见是五官的一个器官 事实上是所有的五官 也就是不凭着感觉 不凭着环境 不凭着我自己觉得怎么样 也不凭着周围的环境 我们单单地仰望上帝 单单仰望上帝的话 我们刚刚讲到 门徒们信耶稣 常常是看见了神迹 事实上我们常常也是这样 如果看见才信 不错 但是耶稣说 如果没有看见就信更有福 没有看见就信 就是听他的话就信 那是更有福气 这就叫凭着信心 不凭着眼见 不凭着感觉 不看环境 就单单仰望上帝的话 因为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面 彼得他是一个很莽撞的人 他也是一个很可爱的 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 他就很有信心 常常是 但是那个信心的 信心的喜和福 从彼得身上可以有个最明显的一个对比 是我们最好的学习 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那里讲到彼得 彼得看到耶稣在海上 门徒其实都看到了 大家都很害怕 那么耶稣说 你们放心是我 耶稣的话 注意哈 信心建立在耶稣的话上 建立在上帝的话上 建立在圣经上面 耶稣说 你们放心是我 不要害怕 当耶稣没有讲话的时候 他们看到耶稣走在海上 他们以为是鬼怪 他们非常害怕 当我们在生活中 没有听到主的话的时候 太多的时间我们害怕 不管是地震 是政局的改变 是国际局势的改变 是经济的改变 股票的改变 我们害怕 因为实在是 实在是我们措手不及 但当我们听到上帝的话的时候 我们听到耶稣那个创造 那个管理万有 脱出万有的话的时候 我们得到安慰了 你们放心是我 不要怕 好了 彼得就跟主说了 主如果是你 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过去到你那里 耶稣说你来啊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了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 你看耶稣一句话 你来吧 彼得听了这句话 信了这句话 他就能在水上走 这是一个真实的神迹 我完全相信 所有基督徒都应该相信 听耶稣的话就有这样的力量 力量来自耶稣的话 不是来自彼得的那个能力 耶稣的话让他走 但是风浪非常的大 当彼得心中有主的话 眼中看的是耶稣的时候 他可以在水上如履平地 当风浪很大 彼得一看 有风浪 圣经上说 他就沉下去了 你眼睛一没有看耶稣 你的耳中一旦没有听到上帝的话 我将你的话摆在我的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我将你摆在我右边 我便不知摇动 当主的话 主的灵不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被其他影响了 风浪这么大 忘记神安定风和海 忘记圣经上那么多的话 包括耶稣刚刚讲的话 你过来 包括神曾经让红海都分开 就忘记了 我们不能怪彼得 因为我们人也是这样 你看到风浪你急不急 地震震动的时候 你怕不怕 一定怕嘛 要有信心可是常常心很虚 我们需要圣灵真的帮助我们 在我们心中 使我们即使有害怕 即使有紧张 我们能够信得过上帝 那这样信心就会越来越大 他一看风浪 他不想主的话 他就沉下去了 主啊救我 彼得这一次是很强烈的一个 环境和上帝的话 有上帝的话克服环境 没有上帝的话 环境把你吃掉 另外一次也是一样 彼得想要凭着他自己来做事 他想要凭着他自己 他觉得他自己都很好 我们也是常常这样说 我们自己很棒很好 彼得说 耶稣说好 你们都要分散 因为经常说 我要击打牧人 羊群就分散了 你们统统都会分散 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 当然也不是我自己在这里 总有父跟我在一起 彼得说哪有这种事 众人都离开你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会为你舍命的 这约翰福音讲 我愿意为你舍命 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 我实实在告诉你 今天基教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哪里有这样的事 众人都离开 我不会离开你 这个就是看自己了 我们刚刚说信经 就是看上帝的话 依靠上帝的话 信心一旦看到环境 或看自己 不管是反求自己 或看其他环境 都不行 你一定要看耶稣 一定要听上帝的话 彼得说哪有这种事 我这么勇敢 彼得很像 那个孔子的门生指路一样 抱虎平和 结果环境一艰难 耶稣真的是被捕 耶稣也没有反抗 耶稣也束手无策 耶稣好像什么力量都没有 彼得也开始胆怯了 所以人来问 你是跟随耶稣 他可以三次不认你数 环境让一个人没有信心 那么你不要以为 到了五旬节以后 彼得成为教会的领袖了 他已经出生入死 经过这么多 非常艰难的事情 包括在使徒行销里面 我们看到 那么多的艰难 那么多的危险 他都非常勇敢 跟以前不一样 他大胆地说 我们是 我们不能听你们的 我们要听上帝的 我们所看见所听到的 不能够不说 可是到了加拉太书的时候 加拉太书第二章讲到 第二章十一节 后来基法就是彼得 到了安提阿 他本来做得非常好 但是后来环境一改变 有压力 有引诱 他就开始又害怕了 又装甲起来了 我看到彼得这个生活里面 我们真是知道 这个使徒 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使徒 他也是随时随地 甚至是他越刚强的时候 越需要去依靠上帝 因为这么刚强 可能随时就忘记了上帝 然后就沉下去了 旧约也有一个很伟大的门徒 或者很伟大的一个使徒 就是摩西 摩西也是很了不起 他也是有非常多的智慧聪明 但是神要他学习 不要依靠狗 不要依靠马 不要依靠人的聪明智慧 不要依靠自己 要完全依靠上帝 这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讲 但是摩西就是这样一个人 后来依靠上帝 他能够把百万之谱的以色列人 带出埃及 进到迦南地 但是他只完成了 这两个责任的一个责任 就带他们离开了埃及 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 摩西的使命 两个其实是一个 救以色列脱离埃及 就已成人进入迦南地 柔南隐匿之地 当他没有完成第二个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 虽然完成了也是功亏一篑 摩西为什么能够完成呢 他能完成是因为他有信心 他信靠上帝 在西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说 摩西因着信 他因着信 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那么他因着信 他离开埃及 不怕亡弩 他因着信 就守玉月节 免得拿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他们因着信 其实他们主要就是摩西的信 因着信能够过红海 摩西因着信 能够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 我们也很感谢主 可是当他不因着信 当他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 当他没有去信靠上帝的话 当他看到艰难的环境 或者凭着自己的血气 在做事的时候 糟糕了 同样 我们在讲这件事情中 我们也不是批评摩西 因为如果是我们 我们会更糟糕 摩西是八十岁所带以色列人 壮年男子就六十万 连小孩女人 应该是一百多万 甚至将近两百万 带他们出去 终于出去了 然后在旷野 经历各样的艰难 上帝各样的带领 然后差不多到 他们离开埃及不到两年 他们就接近了迦南地 就准备进去了 本来也是可以进去 但是因为那些派去的十二个探子 没有信心 他们又是拼眼界 他们看到那里的水果很好 他们就说那里真是流浪有力之地 他们用经验来肯定上帝的话 他们不用上帝的话来交证他们的经验 那里很好 因为我们真的吃那个葡萄 带来葡萄 看到摸到了 但那也真的很不好 不好就是我们打不过他们 他们太高大 为什么我们看到 他们那十二个探子 十个报告 都是凭眼界 凭经验 凭自己 没有错 但是他们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 他们就软弱了 他们影响 所有的以色列 以色列都不要去 啊 这还没抱怨 那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约束亚 一个是迦勒 他们有上帝的话 有信心 说我们可以去 就在那场的背叛中间 以色列不肯去 只有迦勒和约束亚说 我们可以去 我们听上帝的话 我们可以去 在那场背叛当中 神发怒了 是摩西祈求 以至于 再一次以色列没有被消灭 但是 即使是摩西的祈求 神说我照着你们的不信来对你们 神是照着我们的信心对我们 也是照着我们的不信来对我们 你们没有信心啊 你们不要去 好那就照着你们不信 不要去嘛 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 你们不要进去就不进去 那神说啊 四十岁以上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男人都不能进去 除了迦勒和约束亚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我自己想 摩西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摩西会想 那我能不能去呢 就有信心的才能去 那摩西应该有信心可以去 就四十岁以上的 那摩西应该不能去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决定的事情 好了 结果 以色列人因为不信嘛 所以他们要在旷野多走三十八年 走了三十八年 到快要走满的时候 在《明书记》二十章 他们又到了寻的旷野 又到了加里斯 就是以前以色列人被灭的地方 这时候我想摩西非常紧张 因为这个 这个 他们曾经在这里犯过罪啊 害 他们在过去的不信害的摩西 要陪着他们多走三十八年 现在是不是可以进去了呢 他们又发怨人了 他们就说没有水喝啊 不好啊 摩西就很生气 就带着仗 击打了磐石 磐石仍然出水了 但是耶和华责备他了 耶和华说啊 现在没有水啊 你就吩咐磐石出水 那摩西那时候很火大 弃这些以色列人 是不是要害他不能进到加安地 或者还要再等三十八年 或者再等四十年 他就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 一打水是出来了 耶和华说你们不信我 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做我 所以你们不能进去 也是功亏一篑 摩西在那个时候 愤怒是很合情合理的 不高兴合情合理的 但是他缺少对上帝的信心 上帝怎么带 上帝怎么做都是好的 这里我们真的 不是说不可以发脾气 求主让我们不要用血气 来侍奉上帝 要有越来越多的信心 来信靠上帝 越来越心里柔和千倍的信靠上帝 而不是越来越自大 越来越骄傲 或者越来越容易激怒 我们要信靠上帝 要看到自己的不足 我想像摩西的失败 或者像彼得的失败 都是很好提醒 这是非常伟大的先知 非常伟大的使徒 他们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 事实上 我可以举出几乎每一个人 包括以利亚也是一样 这么伟大人也求死过 环境艰难的时候 如果不知道去更加仰慌主 那我们也会跟以利亚一样夸掉 好 我们讲做门徒 要认识神 要肯学习 做门徒 要信靠 这些都是密切相连的 甚至可以取代 互相代换的 那么信靠了就要顺服 或者信靠了就要实践 我们并不只是口上说说而已 雅各书有讲 我们不能只是口里说信心 必须要有行为 行为是信心的果子 信心的基础是根基 当那根基稳定正确的时候 就会有那个好的行为出来 就应当会有 所以耶稣在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讲到说 你们听见我这话就去行 就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林水冲风吹 击打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建立在一个很稳固的磐石上 那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人 就好像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子上 雨林风吹 水洪水来击打 那房子就倒塌了 而且倒塌的很大 这一点恐怕是我们华人文化里面很大一个危险 大家都会说 但是大家仍然都在只是说 就是我们只能做而言不能起而行 我们都是嘴上英雄 我们都是君子 动口不动手 不肯做 我想在现代时代更是这样 好像很多的自动化 很多的遥控 让我们真是越来越变成像植物人一样的人了 不会动了 不想动了 好像我们 我们整个人除了想到信的事情想到吃了 真的像一个动物一样以外 那我们不太会用脑也不太肯动手 基督徒尤其要小心 尤其在我们读了很多书 甚至包括您上这个主义学的课 如果我们只是知道了没有去行 那不行的 一定要去实践 真正的信靠一定会有顺服 我们讲过 在耶稣讲这个天国比喻的时候 讲到说这个不好的种子 或者说不好的人 就是听了福音不明白 那么魔鬼就把那个道夺去了 好的人就是听了福音明白了 就能结实 结好多好多 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的这样的记载 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他有另外一种说法 同样的类似的比喻 他说落在好土的人 这是八章第十五节 落在好土里的就是 人听了道 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结实 马太讲就是你明白了 就结束很多果子来了 路加在这里讲的是 要忍耐着结实 我们相信耶稣的话 也可能这比喻讲过 不同的场合讲过好几次 每一次都有稍稍的有几个字眼的不一样 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马太强调的是你要明白 要知道 路加强调的是 你明白知道 要活出来 那需要受痛苦 要忍耐 要艰难 亲爱的朋友 听道 如果听道一篇好的道 是很舒服的事情 但是好的道舒服 也有个危险 就是我们只指于好的道很舒服 没有去行道 那就麻烦了 如果一个人愿意去实践上帝的话 去遵行上帝的话 那必定会受苦的 但是我们的成长也在这里 你成长需要听道 需要学习 需要信靠上帝 这是成长 这是我们生命的成长 但是也需要历练 需要艰难的考验 需要照着去做 我念一段这个诗篇 这个是最长的一篇 诗篇最长的一段圣经 是诗篇119篇 我只念 先念33到37节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力指教我 我必遵守道主 你看到我们第一次讲要学习 指教我就是学习 遵守就是实践 就是顺服 求你赐我悟性 我便遵守你的律法 并要一心遵守 你赐我悟性通常是说 我便明白你的律法 可是诗人说我会遵守 悟性不是应该要明白 但是这个明白 一定会让我们去能遵行的 而且一心遵守 不会建议施签 不会有了困难就不要了 35节 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 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 我们不只喜欢听上帝道好舒服 而是用意去行 去爱人 去饶恕 去被人家打左脸打右脸 去把一切分给人 去服侍 这些讲起来动人感动 但去做我们寸步难行 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 趋向非议之财 我们的心非常容易趋向非议之财 尤其不议之财 常常得知很容易 那么我们就更喜欢 我们好意无劳的人 就更喜欢这种非议之财 这是不应该的 但是我们很难避免这种现象 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 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 虚假 那些风浪 跟上帝的话来比 就是虚假的 那些引诱我们离开真理的事情 就是虚假的 不要看到多么的繁华 多么的绚丽 或者压力多么大 或者多么可怕 那是虚假的 因为只有上帝是永远长存的 那些东西都会过去的 那么在道中生活 在道中生活 把你的话活在生活中 这是有很多的艰难 很多的不容易 另外在诗篇第六十 一百一十九篇六十七节 那里告诉我们 我未受苦以前走迷路路 现在却遵守你的话 我没有受苦以前走迷路路 亲爱弟兄姐妹和朋友 我们很容易走迷路 常常是因为被宠坏了 因为生活太舒适了 没有受过艰难 所以会走迷路 受苦了 现在回来遵信你的话 而遵信你的话 又叫我受苦 七十一节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了使我学习你的律力 这就像一个严格的教练 不管是体操 不管是游泳选手 不管是音乐老师 钢琴老师 很严格 严格到那个学生 真的是受苦啊 神也是很严格 为了要把我们生命中 那个恩赐 那个恩典 潜移默化的 发挥出来 我们遵行上帝的话 会有受苦的时候 不要害怕受苦 要感谢上帝 在西伯兰书 第十章 第三十六节 也讲到基督的声容 说你们必须忍耐 这种忍耐 不是消极的忍耐 这种忍耐 就是在顺服上帝的话 遵行上帝的话的时候 需要有的忍耐 你们必须忍耐 不要因为压力大 就放弃了上帝的恩典 就放弃了神给我们的国度 神给我们的救恩 神给我们的身份地位 要忍耐的遵行上帝的话 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不是使你们明白了神的旨意 不是使你们遵行了神的旨意 是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是要行而且行完的 我们不要功亏一篑 我们一定要做到最后 一定要忠心致死 很难啊 但是神提醒我们 还有一点点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 并不迟言 只是一人必因信得身 我们在遵行的时候 在实现的时候 有任何的艰难 也不是靠着我们肉体 我们信靠上帝的话 加给我们力量 加给我们盼望 加给我们爱心 让我们走下去 前面有喜乐 前面有目标 前面是光明的 我们走下去 神不会让我们走冤枉路的 那我们不要退后 我们因尽诚意 越走越坚定 越走越好 连我们的主耶稣也是 因为磨练 因为苦难学会了顺从 那我们怎么可以 不因着这些艰难而学的 更美好的 做一个门徒 需要信靠上帝 越来越信靠 需要顺服上帝 越来越顺服 在顺服 在实践中碰到艰难 蛮有喜乐 信靠他 他能帮助我们 走完这一生的路 而且越走越好 愿神赐福大家 愿神赐福大家